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25号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是在哪呢 山西的晋城啊山西晋城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七省市自治区的十个高考状元 你再看下边这个披红挂材啊接受康熙皇帝的赤丰 这有一这冒充冒冒冒冒冲康熙的啊 每人皇帝当场啊赤丰他们每人人民币一万元 康熙字典一函赵书一册赤丰他们为第一甲状元赐近视基地啊 你看这家钱要不然我估计这些高考状元凭什么来呢 就是说在这演一出戏 旅游项目 这可能是为了这个扩大旅游嘛啊 但是呢就引起了一片臭骂 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奴性这书是白读了 就说这些个学学子们啊 你为什么愿意他们把这个事看真了 就说怎么能够在这个清朝的皇帝面前啊 这个磕头接受他的什么赤丰 其实我觉得这有啥错呢 我就搞不懂了 南而西下有黄金 尤其是你们这个读书人 对吧 你们的气节和风骨上哪去了 那皇帝接见你 你还不好啊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今天你考的好了 有当今的领导接见你吗 还没有呢 那个时候皇帝出来给你考的最好的人 给你荣誉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光荣啊 我觉得这很好嘛 为什么要批评 那他们就是看真了嘛 我是觉得没有半分的幽默感 因为这个事情假如要讲的话 可以不止这些点 对于封建啊 奴才啊 对于虽然说现在五族共和啊 可是那个清朝以前说义族嘛 对不对 你是不是汉奸啊 等等等等 甚至的服装装的不像 怎么给人民币啊 也有给黄金等等 都可以讲 问题真的要看 不应该给这个应勒毛主席的那个纸 对应该给黄金 应该给黄金 对这个是 重点是用默感 美国英国经常年轻人去重演 比方说殖民战争年代 南北战争年代等等 重演啊 那也是一样骂 比方说我以前在美国读书 刚好哥伦布 所谓的发现新大陆 几百年 全国每个州都在重演 可是用被骂了 哎 什么发现新大陆 新大陆本来就 本来就存在 还用你什么欧洲白人来发现吗 什么 那反殖民的都可以骂 那当然你最主要是从幽默感 还有这么重要的传统啊 那种感觉感恩的传统 我们感恩嘛 那我觉得又从这些角度来看 有时候就是太认真的 对但是你看这个认真还让我学到了一些知识 你看很多人说这个福晋呢 皇上多赏几个才行 就是有一个人考证 说康有为啊 曾经对朝堂上的跪拜礼仪 做过如下的描述 原来啊 汉治汉朝的时候 皇帝为丞相起 丞相来了皇帝你得起来 是那个时候这么一种关系 到了晋唐六朝 君臣皆坐 就是君臣没有跪的这个 就是都是坐着 为宋乃历 到了宋朝的时候 这个臣子是站一直站着 站着也就好了 对吧 元乃跪 后世从之 从元朝 就是中国臣子的这个膝盖骨才软了 光当跪下 可见强调下跪是元代开始 是外族为了加强对汉族奴化的产物 到了清朝达到极致 不知道这些学子知道了 是否感到羞愧 他们是讲这个跪礼不好 是不是啊 这个跪这个习做不好 不是李扬还不是说 大家广场上学生都都都都集体下跪 像父母下跪 也引起争论 像老师下跪啊 什么什么 也引起争论 就是但是这种下跪呢 我就觉得是个个人自愿 社会多元 有些人他好这口 对吧 一般人现在骂这个东西啊 就还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这种 就像你说的 把这个东西看真了 觉得 你说的不是我说 我紧你的话说 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这种 比如说电视上 都是满满满族的这个贵族 后裔把持 一想到皇帝 就是什么康熙皇上 然后这些都是各省真的高考状元 大概是 这些不是演员 我觉得不是演员 我觉得算走学吧 这算是 请他们来到这来 为地方进行一些文化大台 经济唱戏什么的 拜拜 这就是 没有他到底到这个活动 当初的动机是什么 他真的声明是个旅游项目吗 他没声明啊 他就是搞这么一个活动 那这样坦白讲 那个的确了 因为他把真的是状元过来 你我刚强调说幽默感好玩 好玩是有个谱嘛 有个有没有得体 我们开玩笑好玩 像我前两天有个年轻朋友 给我看几个段子 是用什么呢 湖北那个母亲啊 很惨 丢进电梯 救了小孩那个 对 他就给我看几个网上很火的段子 用来开玩笑的 那我就说很好笑啊 他说好笑吗 我说很好笑 可是好像不太得体 有些我们好像 不拿那个来开玩笑 那像假如他真的要搞旅游项目 或者说那演一下就行吗 不用把真的状元过来嘛 或者说真的状元过来呢 也可以有另外的玩法 像有尺度 你说假如下跪 你稍微敏感的话 你知道 虽然下跪可能是 缘之后的鼓励 可是你不逼嘛 重点不是要他下跪嘛 重点要他来感恩 我才感兴趣 他这个那些状元 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 下面的观众是谁呢 是找了很多学生来观摩呢 还是就当地的 就是这个游客吧 游客吧 他他搞的 为什么人家有人评论 就说他弄了一个 犯进重举式的这个幽默 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广招这个八方的这个状元 然后呢演这么一出戏 我觉得就就是搞一个活动 找一个人冒充康熙 然后这帮高考的状元呢 就点磕头赤锋 哎 中国人是不是有点这个真假 莫变呢 你就是假作真实 真亦假 无为有处 有还无 他里面的确有真的部分 有真的部分 因为就是真的部分 让人不安 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啊 像那个深圳 锦售中华什么 他有些这样活动啊 皇帝选妃啊 对 我们不会真的骂他 因为我们知道那些百分之百的假 都是演员 OK 现在是医生令下 真的状元 跑来 然后还牵挟到真的钱 对 一万块 那个部分可能让人觉得不舒服 不自在 你那个假如纯粹演出演员 发的闽通银行的钱 假钞票 无所谓 我觉得那个部分引起争议 那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幽默感的范围跟尺度 这个分寸 对 你说的对了 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 你觉得啊 这个评论的人好像没什么幽默感 但是你要仔细看呢 也有那么一点啊 半真半假 就是真实的这么多省八省的高考的第一名 对吧 状元 这在古代叫做读书人的这个楷模 那么到了今天 人们觉得你们应该是 假想你们应该是人中的这个龙凤啊 精英啊 结果你们愿意跑到这么一个地方 还是个假的康熙皇帝要给你们赤风 给你们诏书 还把钱送给你们 你们在这磕头 这个就像你说的 也是会让人觉得有点瞧不上 你不觉得吗 这是目前这种国学复兴的 尴尬促进的一个象征 其实现在各到各处的风景区啊 都有这类的节目 我也参加过 跑到那个地方 你就去参加考试 也关到一个地方 给你一个试卷 你也答几个问题 最后那个考官也都装不尊 我也没见过古代的考官 但他也落成个形式 但最后呢 也还有人得奖 得奖的人他也给你一百块钱 什么什么 就是就是等于是一个游戏这样 在旅游点 我想起来我有参加过这样 当时呢也是有一个 不伦不类的感觉 但是呢我心想 那要不怎么办呢 总比没有好吧 因为因为你说中国人 他他总要找 你比较到西方 他都会有些 你要找到多少世纪以前 文明是怎么样 他们这个延续性比较强 你到康 那个 那个 在别康桥啊 这个Cambridge 那个河里边 旁边三一学院 就是八百年九百年前的房子 所以他那个传统是活生生的 走进去就可以知道 哦 牛顿当初他们读书的教室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一百年前的东西都不在 实体都不在 全部都是这几年新盖起来的 对 盖起来的呢 你想盖古代的其实也都不大像 对不对 都是凭想象出来的 你说的对 就是我们完全呢 是毁了旧的 对 盖了假的 我现在就觉得 哎 你上北京去看看很多地方 就包括他们最爱去的 那个南罗古像 这成了旅游街 前两年我从成都回来 你看成都 那个游人如知啊 成都现在建的那个宽窄像 还有那个锦里啊 但是你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 完全是新建的 你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假的 一个东西 当然你说这原来遗址就在这 但是没剩几块砖了 但是我 哎 我就渴望 百年之后 对 对吧 他不想百年 他产权才70年 对啊 就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中国文化吗 哎 但是你到日本去看 哎呦 那可真是啊 千年的 这个大柱 大柱子 大殿 你就是你 你会觉得 那是真的 不 这就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就有这个传统 常变常新 每个朝代都改成坏代嘛 就是就是就是变嘛 就是变当中 不变的就是这个变的传统 就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什么 大家就这么不断的 根据字号 根据东西变 所以他也不用考虑太长久的 几百年以后的事情 这个真是你看别的地方才才 很尴尬 你也不能说他 他也是一番好心啊 就是说那那那些 甚至你像是谁 是陈南青上次说那个就乌镇嘛 他就说 对对对 那已经算好的了 他就说 说你别看 这个乌镇呢 我过十几年再去看 他那个墙都脏了点了 有皮壳了 看着也像那么回事 像旧了 对啊 将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就这七个省的状元 骑马受康熙赤锋这事 你要这么说 当然你说商业的玩闹 但是往身里说 也很有的可说 就比如说人们讲 就是第一 就是中国现在的读书人 他效忠是谁 一边你看啊 过去的科举这么多年 他的这个名义是个人求功名 可是你看那个时候的皇帝 是正牌的 你这个考生的确皇帝 是所有考生的老师 对吧 皇帝是最后所有举人 你到殿士 你确实是天子门生 这个是正本清源的 你说今天的孩子努力跳龙门 考上了大学 他该拜谁呢 就是他是为了谁呢 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那倒也不能是 也不是这一路了 就是我就觉得他就是为了个人 或者感谢父母 感谢父母这个因素一直有 另外公务员就官本位 这个制度是根深蒂固 而且你你读书的人来说 我现在进了北大清华了 我将来有个好的前程 那这个社会上 你回家 你过年 大家会讲 你那将来毕业以后 你做啥 你就会考虑几条东西 做生意 做官 等等 那还是都是世俗的东西 你刚才讲古代 他倒不是只忠于皇帝 他皇帝只是考官 他忠于的是孔子 这个就是政教分离的 他不是议员的 就是说这个皇帝说的话 并不是他要考的内容 皇帝只是来检查他考的好不好 然后给他关 所以话说的是孔孟的 这个才是 所以批评的有些人 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啊 是指桑骂怀 借着这个事 你明白吗 就是说 你这些个状元都是 我们理解就是读书种子啊 那么 过去你是拜皇帝 拜孔子 现在真正的知识分子 是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人格 是吧 真正的读书人 你是知识分子 你是 你是这个 有开明的 这个头脑的 让你跪个假皇帝 你就在那跪皇帝领钱 我们以后对你有什么期待呢 但是 家里面不一样啊 以前是不能不去啊 皇帝叫你来叩头 你不能不去啊 他现在你没有一万块 我就不来了 你刚才说的 他有一个选择 这是风骨 这也是一种品德 这就是我的品德 哎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书老师 这是我的品德 就是说 我瞧不上你们这些商业社会 你们这些走红毯 你们这些个明星包装 我就觉得low啊 但是我的风骨表现在 给钱我才会去 对吧 不给钱 我才 这是那个毛主席 要印在上面的毛主席 给我钱 跟你主席走 对 我最爱毛主席 对 这个给我钱 什么事 我就可以去 这也是一种人格 有时候人跟人哪里 人情世故啊 不是也成 有一阵子啊 那胡 胡施先生 也被骂吗 他去见溥仪嘛 他叫他皇上嘛 他叫他 称他为皇上 称呼他 好的 骂 你这么思想 那么封建 守旧 什么什么 他胡施 大概是说 这是一个基本的礼仪 那不表示说 哎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皇帝 我要听他的话 等等等等 你进去那个情境里面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 皇上是他的职称 对啊 他的工作 就是你来到 你要我给 拿个一万块 你叫我扣谁的 基本上啊 扣两下那就好了 这样 何况那是皇帝的装扮 我也感觉 哎 很爽啊 我是古代的状元 我眼中看中的甚至不是那一万块 是古代的状元这个名号 有了那么久的 有了多久了 一千多年的名号 我觉得我传承了这个街上鬼了 这个那么长时间的荣誉 不是说中国什么旧的都没有吗 好吧 房子没有了 什么庙没有了 OK 这种荣誉啊 我还有读书的荣誉 我第一名 我状元 但是是一个假皇帝用玩闹的方式 给你延续 但也好 但也好 我同意家会讲的 形式虽然是滑稽的 模仿的 但是要是他们能够借此知道 科举制度是有可取的地方的 不是 科举在中国社会里边 神起的作用是今天都没有达到的 对 这就很好啊 对 其实我据我的感觉是什么 他很多人啊 你把这个状元想的太高了 今天的大学生啊 跟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不一样了 大学扩招的太多了 大学生跟民工没什么两样 说实在的 你你现在就说 有些我这个岁数的人还觉得 哎呦大学生甚至是高考状元 高考状元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现在这些学生 还有什么精神信仰啊 他他就是考什么 你比如说在香港 你这个状元都读什么 读一 在大陆状元都没有读一的 为什么呢 就是医生待遇好啊 他他没有脑子里没有皇权 没有神权 他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了 他就是怎么样让我自个儿过得好日子 所以过去我觉得八十年代的大学生 其实啊是某种精英知识分子 他身上有某些人文的气质 或者文人的气质 今天的大学生 他可完全没有这种气质了 他只是一个 他都听了你的话嘛 就是跟着那个纸上的毛主席走 对 怎么混得好 怎么混得好 你我我就过你这关嘛 是你这个社会设定的嘛 但是问题真正的心理危机到在于什么呢 人们就说了老提这个状元 人们今天的中国人呢 就老在说这个状元经济 状元经济 你看这个状元 在状元面前 清华北大都斯文扫地了 那都斯要抢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抢这个状元 打起来了 微博上互相骂 说对方收买状元 就是现在人就是说 状元只有一个 你一个全社会啊 就中国人这种推举第一 我看过有一次杂志上讲的 我觉得也挺好玩 就是 哎 我多希望孩子能够这样 现在很多父母 你知道苦苦苦 苦恼啊 就是说 这个孩子老要当第一 这个很麻烦 玩个游戏 就也要非要赢 就我要第一 我不是第一啊 就拒绝玩 比如说跟人打乒乓球 如果打不好 不是说我去练 而是说 我要打不了第一 我就不打了 你比分一落后 就在那哭 他们那天人讲 德国 有个中国孩子去德国 你看这个例子很有意思 在德国上了几年学 最后跟着父母 又回到中国的学校 跑步啊 老师说 这个 哎 你们俩跑第几啊 那一个中国男孩子说 我第一 那兴高采烈的 这个去德国上学的孩子 也兴高采烈的说 我第三 哎 这种感觉 是在人家德国那种环境下 培养出来的 就是说 小孩们一块玩游戏啊 第一固然可喜 第三也是好玩啊 怎么我小时候的绕口令 是第一不惜棋 第二插红棋 第三掉进分坑里 这怎么可能意义 我们小时候就是 顺口流就这样说的嘛 我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不惜棋 第二插红棋 就是说 否定这个第一的 自尊性 从今天来讲 我想这个第一是跟我们 奥运会强调金牌 整个生产 强调GDP 这个是有关系的 尤其名校 但是有科学统计啊 我见过 教育系统的一个 一个专家 两千多名 省市以上级的状元 他们跟他们追踪研究 最后发现 两千多个状元里边 没有一流人才 经过十年以后 他们都是人才 都不错 医生 教授 什么都不错 但是里边没有这种 就是大的发明啊 非常成功的商人啊 出名的作家啊 很高的领导啊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所以这个对整个教育系统 是不是 你 你说这个 就说是多年之后啊 这个同学的 这个混的不一样啊 我不想起 我给你放一个视频 有意思 这是前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美国的一个女法官 就是美国的法官 整天都是判案的嘛 结果来了一个 那个黑人 一看是他小学同学 那个黑人 现在是被告 是罪犯 这个法官 中学同学 这个女法官 在这跟他叙旧 但是两个地位 完全不一样 可是你知道 我之所以放这个 有意思的是什么 我今天中午看见新闻啊 这个女法官 还真是人缘而好 又出来了一个国际新闻 还是这个女法官 就在前两天 又审了一个人 一个被告 这被告呢 刚刚是跟他那个同船 他们那个 是同机啊 还是同船呢 正好跟这个女法官 聊了一路 也变成老相识了 知道吗 结果这女法官 又碰见 又被他审到了 又被他审到 不想到幸运还是倒霉 对对对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段 真的我现在觉得 我挺担心独生子女的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这个独生子女啊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人类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天经地义的 你现在你比如说 我现在觉得他们有人说 是不是有九成员下 可以生两个生三个 我觉得这是好的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 看到这个独啊 我很担心 就说这个 咱们这个孩子啊 这个未来 他在跟群体相处的时候 你比如我现在就觉得 怎么有的孩子 那么要当第一呢 就是这个玩游戏 你就能看得出来 而且但是他并不愿意 凭实力去得第一 这是最重要 他不愿意说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去争取第一 而是说只要我得不了第一啊 我就不玩了 我就不玩了 我就跟你做地炮 你必须保证我得第一 你说这个 这是重点了 因为就算你家里好几个小孩 他还是想要得第一啊 问题是得不到之后 我要怎么样个反应 是期许还是接受他 像你说为什么要得第一 为什么一定会的嘛 诶 城市不是一年到晚排行榜吗 像那些前一阵子刚好发布什么城市 中国大陆 中国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 好像香港被深圳取代了嘛 我刚好叫深圳 所有朋友都非常高兴 你干嘛 我们压倒你们香港 都要第一 国家的GDP刚讲过了 对不对 都在抢 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 什么都要数字化 竞争的排行精神 渗透到育成生活里面 对 所以重点说不是说不要去得第一 而是怎么样回应第一 或说第二 或说第三 前最近啊 在网上我看到一句 那种心灵鸡汤的京剧 我觉得蛮好的 有时候刚好出现看到 他那一句是说 当你飞的时候 有人关注的是你飞得 飞得高不高 对 那有人关注的是你飞得累不累 那这个就是友情跟亲情 那我觉得非常舒服啊 听起来 还有人关心你掉下来摔得重不重 这个更是爱情了 那是爱情 那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来 看人跟第一名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才是 常常有名的人会找回当初毕业照 然后就多画一个红圈 看到你看某某人 当初在班上也不是屌丝一个 对不对 而且每个人在自己毕业的时候 你无非是一个名单上的一个人 你的成绩好一点 差一点 你很茫然 对不对 追人民币 相信什么什么 可是刚才那个法官跟那个 那个画面啊 我觉得还是很震撼 就人生还是有追求的东西 每一步 每一下 你总是尽量选择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但是时间一拉开 真是make difference 一个法官一个被告 因为有人